我們32次的支持的同時 我們今天的肇事晚安 由一位神秘嘉賓來到現場 讓我們一起熱烈歡迎 余美人 現在到現場 支持我們首都第一位 第一次者 胡三三 胡三三 洞涉 胡三三 洞涉 胡三三 洞涉 胡三三 我本來要講20分鐘 但是三三站去了15分鐘 今晚 想來點什麼 今晚 我為什麼會站在這裡 我為我自己而來 我為我的家人而來 余美人鼓勵鼓勵 我當然為黃三三而來 所有的調查都告訴我們 這次的市長候選人 三三的好感度最高 三三的施政能力也是最強 黃三三願意深入民間解決問題 不論是改變萬華還是改建市場 我也去關鍵評論網 去做過2022年 台北市市長政見配對測試 結果黃三三的政見和可行性的占比 都是最高的 所以今晚 我為了黃三三而來 黃三三 為什麼要選黃三三 剛才VCR都看到了 因為黃三三有極戰力 選市長就是選台北市的未來 想想 我們被疫情遮病的許多困難 未來一定是困難重重 所以我們沒有心情去等待一個市長成熟 我們也沒有時間去期待一個明日之星 我們要的是極戰力 即刻能投入工作的戰鬥力 各位 我們只有現在 我們不能等待 宣黃三三 不用他暖身 他也不用熱身 他的市長魂早就已經上升了 他有極戰力 他上場 就要幫台北市得分 台北的靠山 台北的靠山 黃三三 也只有黃三三當選 未來四年 台北才不會淹沒在 藍綠的政治口水之中 那些噁心的政治口水 一噴就是四年 要噴四年的政治口水 你吞得下去嗎 吞得下去嗎 吞下去 三個月 他就可以翻盤 因為 背後的神秘暗黑力量 正無所不用其極 就是想影響我們的投票行為 什麼是政治操弄 各位 就是把選民當成工具人 我們是有思考能力的 我們不是一二三木頭人 我們是一二三自由人 你是什麼人 自由人 你是什麼人 自由人 你是什麼人 自由人 明日等給誰 黃三三 對 政黨最愛操弄三咖嘟 三咖嘟 操作氣寶 我問大家 11月26號 投完票之後的那個禮拜一 藍的贏論 你要不要上班 要 綠的贏論 你失敗要不要付錢 要 本要自己吃財 把人拿來吃 賣的肉 所以 政黨的輸贏不重要 台北市民要贏 才重要 你支持一個人 他的輸贏不是來自於勝選 或不勝選 而是 我們要讓他取得了 他應該得到的力量 然後 這個力量 才可以 生根刷牙 不曉得我這麼會講對不對 你是有感而發 各位 1994年 在三咖嘟到近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三十年就是一個世代 我們怎麼會將近一個世代的人 竟然無法掙脫 藍綠的糾彩 所以 今天 我要拜託 所有的年輕世代朋友們 請你們 站出來 因為 我們需要你的幫忙 年輕人 年輕人 站出來 拜託 所有年輕人 請你站出來投票 年輕人 站出來 你手中的那一張票 你手中的那一張票 它不是一張紙 它是一道光 請你 請你 請你用這道光 照亮我們被藍綠情緒勒索 無法呼吸 暗淡無光的這一代人 好不好 各位年輕朋友 不要妄想改變你深藍深綠的父母 他們改不了 但是 你可以 請你 請你 請各位年輕朋友 和我們這一群 不願為藍綠妥銷的人 站在一起 推倒藍綠的高橋 讓新鮮空氣 可以進入台北市 好不好 好 我也要拜託 所有的台北市民 站出來投票 記住 你手中的選票 它不是一張紙 它是一道光 讓我們一起 為下一代 把前路照亮 讓我們一起 為下一代 把前路照亮 不要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強 而放棄了作為 今天 你不作為 明天 政客 就會為所欲為 今天 你不作為 明天政客 就會不作非為 所以 請大家不要為了不爽 所以不投票 也不要為了仇恨去投票 我們每個去投票的人 都要有一種責任 但是 我們要去想想 沒有投票權的人 會做什麼選擇 各位 不用怕 我們是自由的 人家就是在怕什麼 兩票兩票這麼嚴格 不用怕 因為 這不是我們最後一次投票 我們永遠都有贏的機會 我們要贏在 我們不被正常操弄 我們會贏在 我們相信的價值 我們相信的善良社會 不會消失 自由人 站出來 台灣的保命符 台灣的保命符 不是藍的 也不是綠的 台灣的保命符 是自由 是民主 台灣的保命符 就是你手中這張 根據自由一致投下去的選票 快講 我講這件話的時候 我也非常緊張 我也得自我警惕 我不要讓你產生任何束縛的感覺 我只是提出觀點 讓大家去想 如何做出自由的選擇 不要怕 我們不要怕 我們不要放棄 我們要一直投 一直投 投到改變成真 好 最後 我再說一次 我是為我自己而來 我是為我的家人朋友而來 我是台北市中山區的選民 市長我投黃三三 加油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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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句 市議員 我這一票 要搶救 王世堅 我是余美仁 謝謝大家 謝謝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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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林先生 文先生 林先生 我們有一段 他